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价格或其他信息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而直接或间接允许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责任 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Kase看股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进去我们的第一次级视频 如何使用知识图 这是我的分享 怎么样用RSI指标 RSI指标 RSI是一个很红的指标 很多看知识图的投资者都是有用RSI 今天我们要看一看怎么样用RSI RSI有什么好处 OK 我们看一看什么是RSI指标 什么是RSI指标 RSI是一种动量指标 用于评估技术图表中资产价格的超买或超卖情况 RSI是一个震荡器 读数可以从0到100 该指标最初由J Wells Wilder Junior开发 RSI的基本用法是 如果RSI只等于或大于70表示价格正变的超买 并且可能是趋势反转或价格回调的准备 RSI为30或以下表示情况是超卖 价格可能很快上涨 OK 所以基本RSI是怎么样用RSI超买 这个是70 当RSI突破了70 在70上面 你看RSI在这边上的70上面 这个就是超买 OK 就是超买 超买很多时候在超买的时候价钱会下跌 OK 下跌 因为市场已经太多人买了 超买了 所以当我们买股票 买在投资的时候看到这个超买最好就不要进了 这个有危险 因为价钱有可能会跌下来 在超买的时候就不要进 还有如果我们买了可能就在超买的时候要小心 可能价钱会下跌 可能要卖出 超买就是当RSI 指标跌破了30 超买了 太多人卖了 太多人卖了 卖到没有卖了可能是 它就会反弹 很多时间它会反弹 不是立刻会反弹 但很有机会 它要开始反弹 就是超买 所以RSI 就是要看 第一个方法就是看70跟30 在70上面就有危险 可能要逃 在30下面就可能有机会 它要反弹了 所以那些要捞底 那些就有机会可以捞底了 有机会可以捞底 没有包 可能它会在这边 满久 两个星期 它都还没有反弹 没有包 至少你知道这个有机会要反弹了 很可能差不多时间要反弹了 超买跟超卖 RSI超卖是RSI低于30 这表明资产被过度出售 然后并可以快要反弹 RSI超买就是RSI高于70 这表明资产已经被卖过度了 并有可能很快就反转下跌 超卖了 第一个是在这边 超卖了 它下跌了30 已经在30下面了 你看超卖 超卖了一阵子发生什么事 价钱就开始反转 上升了 这个就是上升 超卖 这边也是开始超卖 超卖了 你看它开始超卖 这个就很有危险 很有可能它要反转 到不久 价钱就反转上去了 这个就是超卖的意思 在我们看什么是超买 超买就是买多度了 太多人买了 现在价钱已经上了70上面了 这个其实走不掉了 它已经在70上面了 已经超卖了 这个有危险了 要take profit了 可能要卖掉 要收钱了 所以你看它价钱到了这边 到了这边超卖了 发生什么事 价钱掉了 开始掉下来了 还有这边也是超卖了 OK 这边超卖了 发生什么事 RSI超卖了 OK 价钱跌下来 这边也是RSI超卖了 超卖了 超卖了 价钱跌了 这个就是超卖 超卖就可以了 超卖就要超卖了 所以这是一个上升趋势 那个价钱应该是还在上升 如果RSI指标在跌破50在下面整栋 所以我们觉得那个价钱就是在往下跑 OK 我们看一看什么是上升趋势 OK 你看RSI在50上面 你看这一番时间RSI在50上面 OK 你看RSI价钱是上的 OK 这一段时间RSI也是在50上面 这边没有写到50 这边有个50 OK 中间线是50 中间线是50 没有写到50 怎么写一下50 下期间 你看 价钱就一直在上升了 OK 在50上面 中间线是50 你看价钱就一直在上升了 OK 还有就是 你看RSI价钱在50下面 突然间它冲破了50 然后手在50上面 你看这个价钱就是 OK 你看它一直在 这个在下面一直在下跌 突然间它冲破了50 OK 价钱下来 它冲破了50 发生什么事 OK 这个就是那个趋势转变的时候了 趋势突破了50了 现在趋势就上了上升趋势 你看它从下面50 50底下 OK 一直在50下面 OK 有上50一下跌下来 有上50跌下来 然后这次它上了50 它就撑在50上面 你看价钱就开始上升 这个就是我们讲为什么突破50 突破50就是这样 OK 现在我们看跌破50 OK 加钱你看它守在一大部分的时间 守在50上面 它一上了50 它会跌下来 上了50 它会跌下来 所以整个趋势就是下跌趋势 你看大部分的时间是在50下面 还有你看这个价钱本来一直在50上面 一直在50上面 OK 突然间跌破了50 弹弹弹弹 再重视那个50 然后又给它推下来 所以现在这个 OK 已经是上升趋势 改进下跌趋势 它一跌破了50 然后一直守在50下面 这个趋势就是下跌趋势 OK 还有这个就比较 OK 这个就比较 比较少用 这个不是比较少用 这个就比较 比较进步一点的 然后上一层就是用divergence 就是背离 背离 背离就是 当价格变动和RSI指标无法对齐时 就会出现RSI背离 下跌背离当价格走高但RSI走低高点时 就会出现看跌背离 这表明购买势力已经下降 价格可能会反转向下 上升背离当价格走低但RSI指标走高时 会出现上升背离 这表明抛售势头已经减弱 价格可能会反转向上 OK 它的意思就是OK背离就是 你看那个价格一直创新高 OK 那个RSI一直创新低 OK 这个就是背离 价格一直创新高 RSI一直创新低 OK 那个就是背离了 这边这个是价格 价格一直创新高 RSI指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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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高 RSI这个高 RSI在这边 现在价格创新高 RSI创新低 价格更上更高 RSI又在创更低 OK OK 所以这个你看RSI是慢慢下降 价格是慢慢上升 OK 这个就是下跌背离 OK Bullish Divergence Bullish Divergence 就是 现在价格一直下跌 藏格比 创新低 给价格 也债格 創新低 给价格 1 state But RSI呢 RSI呢 这个 低一個低 第二个低RSI更高 你看啊 第三个低,RSI更高,RSI是向上跑 价钱是向下跑 这个就是上升背离 Polish Divergence 我们看图,看一看图 这边,容易明白一点 你看啊,价值一直在上 然后价值创了这边一个高 然后价钱再创更高 对吗,更高的高 OK,RSI,你看啊,RSI到了这边 这个高,RSI这样高 OK,下一个更高,从RSI更低 看到吗,RSI更低 OK,RSI更低 你看到吗,价钱越来越高 价钱越来越高,RSI越来越低 OK,这个就是Livergence背离 你看,当它创了这个背离 没有100%啊,但很高,很多时间 OK,它往下跑了 你看它做了这个背离 OK,它就往下跑了 OK,这个是下跌背离 上升背离 OK,Polish Divergence啊 你看价钱一直向下跑啊 OK,向下跑啊,价钱 本来RSI啊,往上走的,你看这个低 RSI这样低 OK OK,这个低RSI又更高了 这个低RSI又更高了,RSI是往上跑 OK,价钱是往下跑 这个就是上升背离 当这个发生了什么事 价钱就往上跑了,掉转来的 OK,这个你们明白 OK,不用紧,OK,我们再进去图那边看 给你一个更清楚的 OK,更清楚的解释 OK,我们讲RSI 上升趋势前 上升趋势前 你看RSI这边大部分时间啊 是在 RSI一直都在,你看这个中间正是50 OK,RSI是在50上面的,你看它 RSI这段时间啊,是在50上面啊 OK,你看它这个上升趋势啊 OK,这个也是RSI 大部分一直都在50上面啊 所以它低破50又冲回上来啊 OK,所以这个 就是在上升,对吗 还有我们讲的RSI突破50 你看RSI啊,它才50下面,一直在50下面啊 它在这边冲破了50,然后守在50上面 OK,它的趋势已经改了啊 这个下跌趋势在这边 这个下跌趋势已经改了上升趋势,看到吗 这边也是,你看RSI在50下面啊 所以它突然间,现在它冲破了50了 你看在这边冲破了50 所以上升趋势就来了,上升趋势就来了 它能守在50上面 OK,这个是下跌趋势啊 这边也是啊,RSI在50下面 OK,50以下 OK,你看它是一个下跌趋势 还有就是你看RSI从50上面 跌破了下面,跌破了50了 在这边跌破了50 OK,你看它的趋势 从这个上升趋势改进下跌趋势了 还有超买,超买跟超卖啊 OK,超买跟超卖就是在这边啊 OK,so RSI在这边 看到啊,它是超买的 超买的,在这边超买的 在这边超买的 OK,这边跟这边它都是超买的,看到它在这个 在这条线里上啊 OK,70以上超买了,超买了很久 然后它丢下来了 RSI在这边超卖了,看到它超卖了啊 超买了在这边 OK,在这边超卖了 然后你看它就反弹上去了 你们看这边啊 超买了看到吗,超买了啊,在70以上了啊 它就下跌了,看到吗 这个 超卖了看到吗,超卖 OK,70以上 超卖了不久,它就 OK,晚上了啊,这边是 超卖 OK,超买了,超买了,你看超买,你看超买,你看它就下跌了 所以这个超买跟超卖 OK,还有一个 Pay Leah Divergence 你看价钱在下跌啊 看这个箭头,价钱在下跌 RSI在上了 RSI在 价钱 做Lower low,更低的底 RSI做更高的底,这个就是Pay Leah,这个就是上升Pay Leah,你看做了这个之后 RSI继续上升,价钱就继续上升 继续上升 OK 它再整档一下,然后继续上升啊 然后 下跌Pay Leah Divergence 价钱 做新高峰啊 RSI做更 没有做新高峰,做更低的高峰 OK 更低的高峰,这个更高的高 这个更低的高啊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高低啊 我们看图,它是做更低的高 更高的高跟更低的高,这个是 Bellish Divergence 下跌Pay Leah 做了这个之后,发生什么事,价钱就掉了 这个是逃跑机会了 就要逃跑,看到这个就要逃跑 第一 你看到Overboard就要逃跑 OK,你看到这个 下跌Pay Leah Bellish Divergence 也可能要逃跑啊 也可能要逃跑 还有就是 如果你看到Bellish Divergence 上升费离 OK,就是有 可能有机会捞底 OK,有机会捞底 OK 还有就是 你看到价钱 OK 跌破30 OK,跌破30 超 超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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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机会捞底,就是反弹 还有 将价钱从50 下面 OK 突破了50 OK,很久在50 下面突然间突破了50 OK,这个就是他趋势要改变 从下跌趋势 改去上升趋势 OK 所以今天讲 讲这么多前,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记得要跟我like and share 如果你 你第一次看我视频,我每天星期一到星期五会做那个 每一天 讲那个 share market OK,我们马股的 好消息 全部新闻 OK,我们会拿出来讲 还有每天7点到8点左右 我们会放上网去一个英文 一个华语的 同样的视频 同样的内容 一个是 我们会讲 最新新闻 然后我们会讲我们的 股票啊 有机会的股票 有机会的股票 我们会拿他的技术图来看 然后我们会看 机会在哪里 危险在哪里 然后那个 情绪,market的情绪在哪里 这个就是我们每天会做 星期到星期五 两个video 7点到8点左右 星期天我们会重温整个 整个 一个星期所讲我的股 OK,so谢谢大家,记得like and share OK,点赞点阅 点赞点阅和分享 OK,我的Facebook是Trading with KS OK,这个就在中午我会 放很多有兴趣的东西 上去了 OK,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